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在内湖 美丽华加勒普斜对面的这个广场 因为Audi Q5改款了 改款之后呢 他们为了要让民众体验Q5 这个Quattro Ultra的四轮传动的一个特性 所以在这个场地你看蛮大的 里面还有很多休息区 还有冷气可以吹 还有东西可以吃 还有辣妹 还有教练 重点是还有改款后的Q5可以体验 体验什么呢 它的越野能力 我先讲一下 那在改款后 车型上有做一个调整 价格跟车型都有更入门的版本 先来看一下 在原本的Audi Q5呢 是45TFSI Quattro Advanced 但是在改款后呢 多了一个入门版本是 40TFSI Quattro享誉版 售价是225万 搭车2.0的四缸 涡轮引擎最大马力204匹 最大的扭力有32.7公斤 全车系都是Quattro 再上去是 一样是40TFSI的Advanced版本 净化版售价是245万 但是多了这个20万呢 多了六个配备 这六个配备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跟各位报告一下 第一个 360度的环景 第二个自动停车 第三个Advanced比较帅气的外观 第四个全景电动玻璃大天窗 双前座电动座椅 跟环仓的气氛照明 但重点是呢 这个礼拜哦 我要跟各位报告 这个礼拜 262728 五六日三天 开放民众 可以到现场来体验 然后现场会有教练 教练会带着你跑一圈 你也可以自己体验一下 那总共有五关 第一关上去之后 让你下坡 然后它会涉水 那个水还不算浅 接下来这个是大角度的上坡之后 你会发现 你用大概1200转到1400转 很低的转速就可以上 你看这个坡度 算蛮陡的一个斜坡 下坡之后 因为如果你开启 所谓的越野模式 它就有陡坡缓降 自动打开 在那个下坡的情况下 你开始下坡 你可以放刹车 一放刹车 它会介入 陡坡缓降 就不会让你下坡的速度变快 让你安全的下那个坡 这第二关 第三关那边有一个单轮斜坡 你上去之后 一样你两轮会变腾空 那这时候它的Quattro呢 它会去侦测哪一轮是空转的 它就把那一轮的动力锁住 把动力传给有抓地力的那一轮 在那个关可以体验 这个呢是崎岖路面 其实这个是体验车身的一个刚性 这个没有太大问题 因为奥迪的车本来刚性都非常好 过了这一关 最后一关是这一轮 这一关呢就是 左右轮各有两次的高低 但是它不是在一个平行线 所以呢 连续的高低 会让你的一下就是 右前轮左后轮 会变腾空 或者是 左前轮跟右后轮同时腾空 让你去感受第一个车身刚性之外 第二个它的Quattro在 针对这个崎岖路面的状况下 的一个反应 然后让你可以顺利脱困 好那它的这个Quattro Ultra呢 在Q5身上搭载 其实它的驱动方式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当你把你的行车模式设定在节能 它会变成是百分之百前驱 后轮就没有驱动 让你用最省油的方式来行驶 但如果是你把它设定到Sport 或者是越野的情况下 它就会强制变成是前50 后50的一个动力输出 它只有这两种模式 但是还是有例外 因为它电脑还是会自己去做判断 你的现在这个路况 如果你现在比如说是ECO 百分之百前驱 但是当你比如说 接近要失控 快要失控打滑 或者是你现在真的是大脚油门情况下 电脑还是会强制介入 变成是四轮传动 记得262728 这三天这礼拜 在内湖美丽华斜对面 这个大广场 有空来赶快体验一下 价格也变比较亲民了 这个对 赶快来 我要去喝东西了 再见 好热喔 真带快来 好热的 好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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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 好热喔 是不是